待会儿呢 我去参加完考试 你们打完守护力 晚上呢 我们就可以办一个庆功宴 大吃一顿 守护力 打完守护力之后啊 我们的工会就能升级 会员长到一千人呢 我们就有建战队的资格了 你什么时候领的 就刚刚好 你知不知道 守护力必须在两个小时内打完 那打不完会怎么样啊 工会解散 守护力魔神只有两次机会 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半小时 准备好了吗 好了 这就是独角兽守护之神 这就是独角兽守护之神 我们现在需要尽全力 在规定时间内打败它 才能保住工会 我们所有人别无推荡 成为尽力的技 我还是为尽力的 是 我也是 是 然后 我只是尽力的 这就是独角兽守护力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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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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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上去帮忙你就上去 我还是不给他们添堵了吧 小褚啊 你觉得我们一定会通过的吧 叶哥这么厉害肯定没问题 就是 怎么说咱们工会里的精英也有几个的 守护力这点小事 别说一个半小时了 我觉得半个小时就够了 不是 我们都相信叶哥 关键是你 我也相信 我现在就给他们准备补给去 打了这么久鞋怎么不往下降了 你们看 打片了 这些小白怎么搞的 这怎么打片 不是精英啊 他们打片的次数也太多了吧 无疑的 打操41 打ally 这样 打掌 打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着了 没用 他们为什么老打偏啊 看来这次的卧底计划很成功 叶秋建立工会 明显是奔着战队去的 以后他不仅是蓝锡格的对手 也会是蓝女战队潜在的竞争者 我明白 你是怕我心软吧 放心吧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都会把他们的工会扼杀在摇篮里 守护力魔神是工会晋级的最大关卡 现在他们只剩一个小时了 如果再失败 他们工会就会被强制解散 没想到他们这么草率就来领了任务 简直是自找难堪 他们工会都是小白 要想收服魔神 但是 必须要有我们这种等级高的玩家输出才行 只要有咱们两个卧底在 再给他们两个小时也完成不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包子 你说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又掉队了 老板 我 这里没有人掉队 除了你 我们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都是为了你的头脑发热买单 果果 你这次真的太冲动了 你领守护力之前 真的应该问一下我们到底能不能完成 守护力要是失败了 工会就要解散了 没事的 大不了过段时间 我们再见一个呗 我们再见一个呗 自己到底合不合适 自己到底合不合适 签战队 建工会 比我合适的人的确有一大把 跟他们比起来 我还是没什么资格 他们之所以仇过 不是因为他们比你强 比你优秀 而是因为你还没有开始行动 就给自己亮了红灯 肩膝 明知 Namen és 既然你这么认为 他们也这么认为 那我就退出呗 大不了我就不当这个 战队的老板了 反正你半途而非 也不是一两天了 既然你不想错 那就别这么勉强 之后的考试 也不用参加了 我不去就不去